在 上一小節 我們要 賄賂 考題 有點不順利 那因此我們 呃 在這邊重建一個 Android Project 叫做GD D03 13題 那我用Copy的方式來做 下一步 好 由於我 這個工具有點問題 所以 他在產生的時候 沒有辦法幫我建Library 必須我手動 所以只要在手動去Add一個 Android Support V7 的 這個Library 那我的專案 就回復正常 那題目裡面告訴我們 呃 他的 程式碼 程式碼已經幫我們產生一些了 那另外就是 Layout 的部分 Layout的部分他也幫我們做好了 那還有一個是 Stream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把這三個 把這三個把它換掉 所以 我們打開原來的 GD01裡面 我放在桌面了 GD01裡面的 Resource裡面 的 Value 這個Stream 這個我們把它替換在 到Value這裡 那他會說 是否拷貝 那是否 把他 覆蓋掉 那另外是Layout的部分 Layout的部分 嗯 我們 一樣 Layout的部分 那Layout的名稱是 Man 所以我們把Copy進來 那我們把原來的刪掉 ManActivity這個刪掉 然後 Man這一個 他有對應的問題 所以我們 把 Man這個改成 把改名 改名的時候為了 有相對應的問題 所以我們 我們可以用 Refactor這個 Dename 他會去搜尋一遍 所以我們用 MainActivity Main Main的Layout Main的Layout 叫做 我參考一下 Layout叫做 Activity 底線Layout Activity底線Layout 所以我們去 RefactorRename Layout Activity Layout 我們看一下這邊 對應的問題 他這邊找不到 Title 原來 剛才我們拉進來的Stream 沒有定義這個名字 所以他找不到 好 那這個 Title 基本上影響不大 所以我們把它拿掉好了 這樣我們比較 可以快速的完成 Item Item這一塊 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把它拿掉 因為 這題沒有用到Menu 所以沒有關係 好 所以Menu的問題解決掉了 最後一個問題是 恩 恩 這個 MainActivity的程式 那在這邊他放在Resource底下 所以GD01 這一個路徑 我們把它Call進來 好 Copy進來 Copy進來以後 這裡叫做MainActivity 所以我們把它刪掉 看一下 那這個把它改名 MainActivity MainActivity 那我們把它點 點擊開來 MainActivity 它會進來的中文不是很正確 而且Layout的部分 因為我們把它改過了 所以我們要點到我們的Main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這要點Activity Man 好 所以OK了 那基本上 這個是題目的一開始的樣子 所以我們開始來 來做 那這邊出現亂嘛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他是否 RUN出來會正確 那如果RUN出來正確呢 還好我們就不用去理他 不然我們就再來改 那這一題他基本上已經幫我們寫好 代出我們兩個元件 所以我們看我們的 Layout Layout Layout這一隻 Layout這一隻他基本上已經 基本上的 形狀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他有Title 有 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以後 會跳出一個 視窗 好 那這個視窗叫 Alert Dialog 那我們開始來 寫程式 我們看一下 題目的要求 題目的要求裡面 Layout好了 Stream好了 他宣告 他宣告S1陣列裡面有無比 然後 他在Java裡面按 這個 On Button的時候他要進入點餐系統 那要 跳出Alert Dialog Alert Dialog裡面 的 用的所有的字串他都定義好了 所以這邊他考你一個 如何從Java程式讀取 我們定義好的 字串 Streams 的 SM 的 那 這個是Alert Dialog的用法 然後Alert Dialog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確認 一個是離開 Alert Dialog裡面的清單 裡面有123455個 5個字串 好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們要先來看一下Alert Dialog的這個語吧 所以Alert Dialog 它基本上有點跟我們 前面講過的 Toast Toast是蠻像的 所以我們來用一下 Alert Dialog 那Alert Dialog 恩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 不需要給他名字 所以我們直接 New New一個Alert Dialog Alert Dialog 那他建構的時候要呼叫他的一個函數叫做Builder 那Builder我們把Build進來 Builder進來以後 的最後面 恩 我們先分號結束 那這邊要給一個參數 然後這邊他不認得他 我們按 Ctrl-Shift-O 應該是Cmd-Shift-O Cmd的是 Option旁邊這個按鍵 所以是Cmd-Shift-O 所以他會input進來 這裡會input進來Alert Dialog 那這裡我們要給他 comptxt comptxt 其實就是 這個activity的 負類別 就是comptxt 的類別 那這裡我們應該 要給他就是本身 只不過 這個是在內部類別 前面講過 這個是在 函數裡面在定義類別 所以這個要內部類別 內部類別 我們要用的方式 必須要用 類別名稱 類別名稱.list 這樣子他會找到這個 所以我們就建構了這個 Alert Dialog 那Alert的Dialog裡面 我們要 去 讓他設定很多東西 例如說我們要設定Title 所以我們這邊要呼叫 set title 在build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呼叫一個一個的函數 接著呼叫下來 他的語法是這樣 那這裡有一個小麻煩是 我們要讀到字串裡面 嗯 字串裡面的這個 0 呃 字串1 字串1 0點的餐點有 這個是題目裡面要求的 我們在 呃 Alert Dialog Title 設定為Stream2 這一個 這個部分 我們要 呃 讀到 讀到這個Stream裡面的 所以我們要給的 不要麻煩 那 我們自己定義的東西都在r這邊 rStream rStream. Alert Stream Stream2 這一個 這個 的形別不對 我們不能直接放進來 直接放進來是不對的 這邊是要給字串的 這邊不是字串 那要經過一個函數來轉換 所以那個函數 叫做 呃 get resources get resources get resources 這個 呃 get resources 裡面我們在 getStream getStream 那這邊才可以接受id 這個是id 好 那這個id我們把它搬進來 我們把它剪下來 搬進來 那這整個東西 我們再把它剪下來 才可以放到這個title裡面 才可以放到這個title裡面 好這樣子它情別才會對 才會抓到它的title 那太長了我們把它折行 或是我們可以用 command shift f 它會自動幫我們排 排整齊 那title完了以後 我們要 呃 要設定一個 它的 上面的清單 所以這個我們是 OK的 那 我們要使用 一個函數叫做 set multiple choice item 的method 它會讓我們 multiple choice item 就會有 有這個 顯示的 還有選舉的 checkbox 所以 這邊我要呼叫 set multiple choice item 所以我們繼續在這邊 set multiple choice item 那這有三個函數 我們要的是 呃 我們要的是 他有 第一個 第一個 好 那我們直接點 那這太長了一樣 command shift f 那他有三個東西要填 這個是 Listener Listener是 當你選 選下去的時候他跳出來的 Listener 那item 然後是checkitem checkitem item的部分我們要給的 呃就是他定義的 定義的自傳陣列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給他 s1 那checkitem呢 checkitem 其實是說你選的 選中的 有哪一些 那基本上這個也是一個 呃這個應該是 如果你的選項超過一個 那他基本上是一個陣列 那是什麼陣列呢 他是一個 呃 不凝職的陣列 放在這邊 那題目裡面並沒有給這一個 所以我們自行定義一個 跟上面定義方法一樣 我們變數給他private 然後 booling 那 他是陣列 布林陣列 所以我們名字 就叫做 B1好了 那B1裡面我們要給他出子值嘛 出子值 剛好要對應這個 1 2 3 4 5 5個 所以我就 FALSE FALSE 就是他預設都沒有被選中 再一個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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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如果沒有對對上 呃層次可能就會出現錯誤 所以123451234512345 那預設的時候我就讓他 都 沒有 沒有選中 好 那這兩個 變數名聲 好了 那這個LISTEN呢 是當你 按下這個 選擇的時候 Checkbox的時候 按下的時候 他會觸發的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名稱 叫做 嗯 我們直接 New 一個 跟之前寫一個 呃 這個 On Clicked Listener 的方式是一樣 所以我們New 一個 那所以New 以後我們 按Auto斜線 他會幫我們帶出來 所以他 直接知道我們這邊只能接受 這個行別叫做 On Multi Choice Click Listener 點下去 那這邊就會帶出很多東西 那這裡我們再按 Cmd Shift O 把這個 import進來 所以當他觸發的時候 是幫我們按上 會 會觸發這個函數 好 那接著呢 接著 呃 我們設定好 Multiable Choice Multiable Choice Listener 之後 我們 還要新增按鈕 至於這裡面 要寫的事情 等一下我們再來 再完成 所以我要新增 按題目的要求 我們已經寫到這一個 這個完成 然後要加入兩個按鈕 好 這兩個按鈕我們要做 那這兩個按鈕 所以我們 我們 一樣在這個函數還沒結束 之前 我們呼叫 set 呃 他的按鈕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 確定的 我們稱作是正向的 Positive Positive Button 那 離開是屬於負向的 叫做 Negative Button 它有這兩種按鈕 那如果你都沒有 設定的時候 兩個 都沒有 那我們 要設定這兩個 都要有 因此我們兩個 都要有 所以 set set 呃 Positive Positive Button 好 那 完了以後 我們要在 呃 我們這邊 Button裡面要 要秀出文字 所以文字我們就 打一下 正向的Positive 所以是 確定 這個要 打 中文 確定 好 那Listener呢 一樣 我們打一個 New 我們打一個 New 然後讓 Eclipse的系統 幫我們 幫我們找 所以我們打 New Auto 這個 New 他沒有找到 空一格 空一格以後 New 然後這個是 他有幫我們抓到 這個是 Dialog Interface OnClick Listener 跟我們原本 之前在第一次 用Button 的時候 這邊打 New 的時候 他 他的Package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個 跟這一個 是不一樣的 雖然他名稱 相同 但是他的 Package 套件是不一樣的 點下去 所以他一樣會幫我們帶出這個 那 Unclicked Listener 這個類別他不認得 所以 Command Shift O 他會問你 那原本我們用的Button 是這一個 這要記一下 Alert Dialog 用的是這一個 那我想應該 這邊有一個 Dialog 應該會 比較容易記 好 那把它匯進來以後 這個 正向的按鈕 我們設定好了 那 負向的按鈕 我們一樣 Set Negative 那選一樣 第一個是自算 第二個是Listener 那自算 我們就 嗯 這個 題目要求 是叫做 離開 所以我們這邊就離開 離開 那Listener一樣打一個New 打一個New 控一個 然後 Auto斜線 他幫我們找到這個 那因為這個 剛才已經匯入了 所以他不會再 不用再按 Command Shift O 所以兩個按鈕 都已經有了 那兩個按鈕有了以後 我們其實可以先Run一下 看他外型長怎麼樣 但是在Run之前 別忘了 跟 嗯 Toast 一樣 這邊要點秀 不然 你剛才做的事情 他都不會呈現出來 那我們 先第一次Run 看外型有沒有出來 所以Runer 那你可以看到剛才其實 雖然層次碼很多 而且看起來有點小複雜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 沒有寫半場程式 大概 大部分的都是 透過選擇的方式幫我們選擇出來 那是因為Eclipse 他提供了很強大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 直接用組合鍵的方式 還有用 一些 跟他互動的方式 可以把我們的程式碼產生 那這個是 各位學習過程當中 我覺得最重要的 你要讓程式 寫得快 寫得好 那 你要跟 你的 開發工具結合結尾一體 那結尾一體的方式就是使用 組合鍵 還有跟他 了解他回應的訊息 然後跟他互動 大致上 這樣子我們考試的時候 速度就可以增快了 許多 那我等模擬器把它打開 那模擬器 開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到 基本的 一個 一個 樣子 那基本樣子 完了以後 其實還沒有 玩 那我run出來以後 大致上 等一下會有這一些 但是我們 選 checkbox的時候 他不會動作 而且我們確認以後 他跳回來這邊是空的 因此我們要繼續把層次碼完成 那剩下大概20%的層次碼 我們很快應該可以把它完成 那模擬器他重新把它 啟動了 啟動以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解鎖 測試一下 好 那他把我們的層次碼啟動了 那 層次碼有錯 因此我們 呃 來 找一下問題 那我先